这个我们先把定义的东西把它弄清楚 第一个什么叫做一粒方公分 然后我们先来把这个概念弄清楚 什么叫做一粒方公分 就是呢 一个积木 一个正方体的积木呢 长 宽 高 长宽高 长 宽 高 都是1 这样的一个积木就是一粒方公分 那一粒方公分大概多大呢 你拿你的小指出来 大概就是你的小指一截 大概一粒方公分大概是这样大 大概是一截 好 那么 我们呢 算体积就是从这里出发 我们就是从这里出发 从一粒方公分出发 好 那 长方体的体积呢 就是长层宽层高 长层宽层高 那长5公分 宽4公分 高3公分 我们可以把它解释成这样 长放了3个积木 宽放了4个积木 高放了3个积木 那么也就是说这个5个呢 代表一排 一排有5个 那这个4呢 代表 这个1层有4排 所以5 4 20代表什么 5 4 20代表什么 第一层 第一层有20个 那再乘以3代表什么 有3层 对1 2 3 总共有3层 所以我们再把它乘以3 就是属积木 那 但是我们会越来越抽象 一开始先用积木 那后面呢 就没办法 我们就必须要把它抽象化 我们就必须要把它抽象化 好 那我们再往下看 那正方体呢 它就是 长 宽 高 一样长 这样就做正方体 好 长宽高 一样长就正方体 一样的 我们先把4乘4 4是16代表什么 1层有16个 那最后一个4代表什么 有4层 所以呢 因为它的 长宽高都一样长 所以我们不叫长宽高 我们叫做边长 边长乘边长再乘边长 乘完就是立方公分 一格代表一公分 四格代表4公分 那一公分就是代表一个积木的宽 好 那我们再往下看 好 下面形体是用一立方公分的积木所排成的 它的体积是多少立方公分 那我们来数一数 一排有几个 1234567 一排有七个 对不对 那一层有几排 一层这样有几排 5排 对 一层有5排 12344排 诶刚刚你不是说 5排 一层有4排 那总共有几层 5层 12345 5层 对 那我们先算一层有几个积木 长层 长层宽 一层有 这个 28个 那总共有几层 总共有5层 一层有28个 那5层就是140 5层就是140个积木 那140个积木代表140立方公分 140立方公分 这个一开始我们先具体的来解释 那后面我们就开始要来介绍啦 一排有几个就是长 那宽代表一层有几排 好 那我们再往下看 下面的长方体体积是多少 那么他的 体积呢 长方体的体积我们插一下 长方体 的体积 的体积 长方体的体积呢就是长 长 承宽 承高 这是长方体的体积 这衣服会勾到触控 我把他做起来 那长呢 长是多少 长就是这个8 宽就是6 高就是5 长就是一排有8个 那我们 宽就是总共有6排 高就是有5成 那我们 在做乘法的过程中要应用到四则运算哦 6跟5可以先算 因为前面是乘 所以630 30再乘8 240 那 如果呢 这个是公分 公分乘公分再乘公分 答案就是 立方公分 公分乘公分乘公分 答案就是立方公分 好 再我们看下一个类型哦 有差夹 下一个类型是这样子 这一个形体的体积是多少 那你注意看 这一个积木是不是 一公分 一立方公分 是吗 这一个积木是不是一立方公分 不是 有两种做法 第一种做法呢 就是 我先把长宽高都算出来 好 我把长宽高都找出来 好 那第二种方法呢 就是 你先算一个 然后再去算全部 这个恐怕是比较难算了 所以我们先把他长宽高 先把他找出来 6 38 5 35 还有呢 43 12 长18公分 宽 15公分 高12公分 然后呢 长方体的体积长 乘宽 乘高 那这个乘起来 360 不是 是270 270 270 再乘12 3240 3240 3240 这个执式不用抄了 上课的时候那个执式你都可以不用抄了 那个抄也没有意义 你自己都会算 接下来我们要来看正方体的体积公式 那正方体跟长方体差别只是 它的长、宽、高是一样大 它的长、宽、高是一样大 那么我们就不再讲长、宽、高 我们叫边长 这叫正方体的体积 正方体的体积呢 就是边长乘边长乘边长 把它抄起来 边长乘边长再乘边长 因为它三个边是一样长 所以没有分长、宽、高 那么它每一个边都是五十 所以我们把它乘起来 好 乘起来就是一二五零零零零 力方空分 好 再来我们看讲解五 下面 altogether 下面长方体 体积是一百一十二厘方公分 那么它的高是多少 那这个高要怎么囚 我们来看 长方体 体积是长层、宽、层、高 那么它的体积叫112 长是4 宽也是4 高不知道 那要怎么办 对倒过来 乘改成除 乘改成除 乘以4倒过来变除以4 乘以4倒过来变除以4 所以这个高呢 就是112 先除以长 再除以宽 42得8 4832 所以呢 它的高就是7公分 它的高就是7公分 7公分 高就是体积处以长再处以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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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好了吗 我们再往下看 心体中的体积是294立方公分 那边长 拨是多少 一样的道理 一样的道理 这个拨呢 它可能是长或者是宽 它可能是长或宽 那不管啦 反正这里有高跟长 一样的就是除以来 就是294除以7除以7 一样的 不管是长不管是宽 不管是宽 不管是高 就是把知道了两个除回来就好了 7 4 28 7 2 14 然后再除以7 7 6 4 12 就这样子而已 好反正就是一路把它除回来 诶 7 6 4 对6 好 上一几是 看对 我看错答案 吓死我了 好 那我们再拆好了吗 要没写答 答是6公分 好 好那我们再看下一题了 知道了 甲乙两个形体的体积一样大 那么问号是多少 阿球高了 那我们刚刚有说嘛 高就是体积除以长除以宽 那这两个的体积一样 所以我要先算出甲的体积 甲的体积呢 就是 长 层宽 层高 八四三十二 然后六十四 甲的体积是六十四 那么怎么来求乙的高呢 高就是体积 除以长 除以宽 就是高 所以乙呢 是一个正方体 它的高呢 是四公分 它的高是四公分 它的高是四公分 超了吗 好那我们看下一页 我们看一下 边长一公尺的正方体 我们叫做一立方公尺 来我们看一下 那一立方公尺大概多长 以我们小朋友 你身高几公分 141 以一个141公分的小朋友来讲 一半就是七十几 一半就70公分 然后呢 再一半 再一半就是 大概就是100公分 也就是说大概到你 140公分身高的小朋友 大概到胸部 你站起来 大概到你的胸部 这样的高度 就是一公尺 那什么叫一立方公尺呢 以我的长度来讲 我有量过了 就是我的肩膀到我的指尖 这样的长度 大概就100公分 这样子 从我肩膀到这里 这样大概100公分 那么长 长 宽 高 都一公尺的 这样的大小 的大 我们不要讲积木啊 积木可能没那么大 的大盒子 一个边长一公尺的大纸箱 这样我们叫做一立方公尺 那我们再回想一下 什么叫一立方公分 就是边长一公分啊 你看这里角落很小的积木 有没有 我们放大进来看 有没有 边长一公分的正方体 我们叫做什么 叫做一立方公分 那么一立方公尺 我们把它命名叫做纸箱 一个纸箱 一立方公分 那一个积木呢 一立方公分 那一个纸箱可以排出几个积木 一公尺叫做一百公分 一公尺是一百公分 一样的道理哦 我的长可以排 一公尺可以排一百个积木 宽也可以排一百个积木 高也可以排一百个积木 一排有十一百个 一层有一百排 总共有一百层 那长层宽层高层下来 叫做一百万 六个零 所以呢一立方公尺等一百万 这些国字 一百万立方公分 一百万六个零 一百万一立方公尺等于一百万立方公分 一立方公尺等于一百万立方公分 好这样懂吗 好所以我们要来单位换算哦 你要先想哦 一立方公尺比较大 还是一立方公分比较大 一立方公尺比较大 你要注意哦 大单位数字小 小单位数字大 这样懂的意思吗 就像我去麦当劳 我买个套餐一百五 我如果拿一千块 我只要拿一张 我如果拿两百块就要拿两张 面额比较大的要拿比较多张 还是比较少张 比较少张对 这叫大单位数字小 小单位数字大 所以你要记住 单位换算的过程中 立方公尺的数字会比较大 还是想 立方公尺的单位 数字会比较小 立方公分的数字会比较大 如果一样的话 这个是一个箱子 这一个箱子就一百万了 一立方公尺是一百万立方公分 大单位只要一个 小单位要一百万 这个你要记住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右图 这里图我在下面 右图的长方体体积 是多少立方公尺 你注意看哦 单位是这样子 公尺公尺公尺 长层宽层高 长层宽层高 公尺层公尺层公尺就是 立方公尺 要注意哦 公尺层公尺再层公尺 乘完的答案叫做立方公尺 那也就是说几立方公分呢 一立方公尺 几立方公分啊 一百万立方公分 六个零 我这里写错了 好 那这里来看哦 大单位怎么样 数字小 我要换成小单位数字要变 大 所以多6个0就好 6立方公尺就是600万立方公分 6个0 6立方公尺就是600万立方公分 两个答案 第一个呢 体积是多少立方公尺 6立方公尺 然后呢 也可以说是600万立方公分 也可以说是600万立方公分 请把它抄起来 好吧那我们再往下看哦 宜平家有一个长1公尺50公分 宽80公分高2公尺 注意哦 好多不一样的单位哦 那他的 体积是多少立方公分呢 当我们遇到有公尺有公分我们一律都换成小单位 都把它换成 公分 1公尺50公分 1公尺50公分 换成 200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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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长宽高都有啦 体积就是 长乘以宽 再乘以高 好 这怎么算 这都是乘法 乘法有交换率 等一下 这几个零先不要乘 这四个零先不要乘 这样知道吗 你先把它写下来 剩下的什么呢 你这个2先去乘以15 乘完是30对不对 把零写下来 记 把那个3记住 2乘15等于30 把零写下来 把3记住了 剩下什么 38 24 这样都不会 再一次喔 零不要去乘 1234 4个零你先把它写下来 然后2乘15是不是又多一个零 不要记再来 不用大脑记 你把零写下来 然后3记在心里面 还有一个3 38 24 24最后再写下来 公分乘公分乘公分叫做立方公分 好 那再来我们要换立方公尺啊 怎么换立方公尺 100万是6个零啊 那我们数一数 12345 少一个零怎么办 就点在这里啊 2.4这样子 这样会不会 这里只有5个零啊 这里只有5个零啊 不够啊 我把5个零删掉都不够 因为我要6个零啊 100万啊 好所以 240万 立方公分就是 2.4个100万啊 1.5个零啊 好那 擦到了吗 我们再看 不合式的体积 我们有两种做法啊 第一种做法就是把它 割开 把它切开来 把上面跟下面相加这是第一种方法 我把它割开来 上面加下面 割 然后再加 第二种做法呢就是 我先把它补起来 变成一个完整的形体 补完之后呢 再去扣掉 先补再减 那先割再加 好那我们再往下看哦 我们来看下一题 下面的形体是多少 立方公尺呢 这是下面一个平台上面 树立一个积木 我们把它分割 把它割开来 上面加下面 上面是二层二层四 长层宽层高 下面呢 十层六层四 我们把它分割成两个形体 然后再相加 然后再相加 我们把它分割成两个形体 然后再相加 那答案是256立方公尺 好单位是公尺啊 所以算完是立方公尺 好抄起来 好那我们再看下一个 呃这个也是一样 我们把它分割啦 我们把它割 割成上面跟下面 好那分割完你数字 可要找一下 这里是5啊 这段是5 注意看哦 这段是5 这段也是5 这段也是5 这个也是5 这个也是5 这样看到了没有 你要去找边场 好那再来看这里10 这里10 扣掉两个3所以还剩下多少 扣掉两个3还剩4啦 所以这里是4啦 这也是4啦 所以上面的长宽高都找到了 上面是长乘宽乘高 下面呢 长 长是10 宽是5 高是2 可能要找一下 这个数字有一点乱 好特别是 你每次都数字随便抓起来就沉 要注意看 长宽高在哪里 好不好 不要看到数字就 沉起来 你们那个 那个 面积啊 面积那个 高啊随便乱找 有很像就找下去了 所以240 立方公尺 好 抄起来 然后再来看下一题 那再来告诉你这个是其实很有规则的 你把它割开来 你把它割开来 那其实是很有规则的 但小心喔 考试喜欢考没规则的 因为你都会以为是一样的 好那你注意看这个是4 这个也是4 然后呢 这个 这个都是4 这每一个 都一样 你就可以把它当作 你先算一条 然后123456 你把它割成6个积木 你把它割成6个积木 一个积木呢 是4 4乘10乘4 这是一个积木 然后呢 我把它分成6个积木 6个长条形的积木 那我特别特别特别的提醒喔 我们常看到的是 这个是正方形喔 但 考试断考 特别喜欢考长方形 因为它画起来就让你以为是正方形 那你没有仔细看 所以这个 很简单 但很容易出错 我把它分割成6条积木 先算一条 然后再乘以6 但要特别小心 那是不是正方形 我的题目 我的 演练12就不是了 要看清楚 然后再来我们看 下一种是要把它补起来的 这个来 我们把它补起来 你就拿一只词啊 沿着他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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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把它补满 外面 补满变成一个正方体 补满变成了一个正方体 我们先把它补满 补满会变成一个正方体 补满成完是5832 补满是这样 那我 多算的是什么呢 长14 宽是7 高也是7 长 宽 高 好 这样乘起来是 这样乘起来是686 然后呢我再把它两个相减 先把它补完成然后再相减 这样子是 5146 5146 5146 我们再看最后一题 我们看这个下面形体的体积多少 这个H我们把它补满 先补满再扣掉 补满变成一个 长方体 那长呢 这个是10 这个也是10 这个也是10啊 好 长就是8加10加8 长就是8加10加8 就是26 长是26 宽是9 高是28 补完之后长 宽 高 补完之后长宽高 26 26乘9 然后再乘28 就是6552 把它补满 那扣除多算的 多算的有这个 长 宽 高 啊 这个是 这个是9 这两个是一样的 就是 长是10 宽是9 高是12 然后有两个 这两个长的是一样的 所以这是 9乘24 9 4 36 9 2 18 6 然后我们再把6 5 5 2 6 减2160 所以是 439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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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4392 4393 540